有第二海军之称的海巡署成功舰 由国造6月25号完成验收胶船之后 这几天也完成了测试 6月29号上午进驻了花莲港 那么台东舰也出港喷水 迎接兄弟舰加入东台湾 保护在太平洋捕鱼的我国渔民 一早就有不少的军事迷在港口等候 捕捉新船成功舰的雄姿 安平级防巡舰预计建造12艘 风力耐受级速已提升至9级 最快航速高达44节以上 并增设了最大射程达120米之高压水炮 另配合海巡任务需要 与闲侧处增设了救难作业区 搭载独立作业之警备救难艇 可执行海上救生救难 平时执行海巡各项情路 暂时迅速武装 强化国防战力 以达二组织功效 本舰采用全铝合金建造 最大航速可达44节 船长65.4公尺 船宽14.8公尺 总动位1287吨 续航力3250海里 前脚板配置高压水炮 最大射程120公尺 华林渔民看到海巡有大型新舰船 非常高兴 表示在外海捕鱼时又多了一层保障 海军司令部与海巡署已拟定600吨级 暂时运用即平战转换执行计划 必要时可加装16枚雄二雄三反舰飞弹的发射价 捐射型刺针飞弹等配备 以及加装导控系统 暂时将平战转换政策下 纳为海军作战部队之一 纳编入海军六二作战部队 执行制海作战任务 记者林杰花莲市采访报导 记者林杰花莲市采访报导